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渊源 他与法有着怎样的关联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李崩岳坏 到法家思想的兴起 从秦始皇以法家思想和制度制补天下 到汉武帝大处百家独孙儒术 李法并举双管齐下 李与法的交融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李法制度又为何能影响中国历史2000多年 中国海洋大学陈卓教授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李法印记》 敬请关注 秦孝宫时期推行的商鞅变法 使秦国不断发展壮大 更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打下坚实基础 然而新生的大秦帝国只持续了短短15年时间就土崩瓦解 至此西周重奉的李治崩溃了 秦帝国单纯依靠的法治也失败了 究竟该以怎样的模式制定天下 战国末期的儒家大师荀子对此曾提出过设想 那就是把儒家治理与法家治法 合而为一的李法制度 那么李法制度能解决治理天下的难题吗 中国海洋大学陈卓教授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李法印记》 第十六集 龙礼中法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前面的节目中讲到 西周之后 李崩越坏 特别是进入战国之后 人们对礼教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代之而信的是法家思想 各国纷纷变法图强 然而靠变法走向强盛 最终统一天下建立的大秦帝国 却只经历了两代皇帝 就迅速灭亡了 那么中国社会究竟应该采取 怎样的政治思想和治理模式呢 其实早在战国末期 儒家大师荀子 就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荀子的主张 进入春秋之后 理智体系的动摇 给人们带来了迷茫 面对社会的变化 人们手足无措 在传统的礼教 与现实的利害之间 无所适从 孔子的高足 紫下就曾经坦率地说 初见分华胜利而悦 入闻夫子之道而乐 而这心战不能自觉 紫下的意思是 他出门的时候 看到缤纷华丽的 甚或还有一些奢靡的社会风尚 而心生愉悦 回到信坛 又为孔子所传授的道义 所倾倒和陶醉 社会潮流与夫子之道 在他心里打架 他自己也不知道 该听从哪一边的 动荡的社会 使人们感到不安 许多人在迷茫与矛盾中 怀念礼教传统 诅咒离经叛道 诗经《相署》中 就记载了当时 人们对唯理者的诅咒 相署有体 人而无理 人而无理 忽不传死 诅咒那些无理之人 怎么不快死啊 但是理智的衰败 已经不可挽回 而孔孟等儒家大师的伟大 在于并不是他们不识实物 而是他们深刻认识到了 传统礼教的精髓和价值 他们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孔子看来 理智体系中的一些具体制度条款 是可以改革的 儒家所坚守的是 传统礼教中的伦理道德 是作为礼教精髓的礼义 在礼智体系中 礼智是末 礼义是本 礼智如果不能体现礼义的精髓 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孔子说 礼云 礼云 玉伯 云护哉 意思就是说 礼呀 礼呀 难道就是那些用来祭祀的玉伯吗 礼的要义在于新成 左传中就记载 一次啊 鲁昭公初始晋国 晋退周旋 结合礼节 十分得体 得到了晋平公的赞许 而晋国的三军司马 女舒奇啊 就评价说 鲁侯焉之礼 她认为鲁昭公并不知礼 或者说她顶多知道的 不过是礼的末节 是礼的仪式 而不是礼义 她进而阐释说 礼的作用在于啊 守其国 行其政令 无师其名 而鲁昭公啊 民心离散 公事事分 政令不行 虽然在形式上做得周到 但却不可谓知礼 左传中说啊 君子为书侯 于是乎知礼 当时的君子们都认为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 女舒奇是个知礼的人 孔子着重强调的是礼义的价值 孔子之后的孟子呢 进一步从人性的深处 去论证了礼教的可行 他认为啊 人皆有善端 通过教化引导 人人皆可以为谣顺 荀子虽然与孟子啊 有所不同 认为人性有恶 但他也认为 人可以通过教育啊 化性其伪 就是通过教化 把人性中的恶摒弃掉 养成伪的 也就是人为的君子品格 儒家坚信 只要坚持不懈的 教义人伦 使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姓 天下就不患不治了 儒家对礼教的坚守啊 和发展 使得传统的伦理道德 忠孝结义等等 得以系统化 理论化 并且使得孝 成为了道德的核心 和做人的根本 孔子的门声 曾生撰写的孝经 开宗民意 夫孝得之本业 在儒家理论体系中啊 孝与不孝 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品德问题 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 孝经广阳明 总结说啊 君子之事孝亲 故忠可疑 疑于君 似兄弟 故顺可疑 疑于长 居家理啊 故智可疑于官 就是说孝这种品德 可以迁移和拓展到 忠君爱国 这就是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思想体系的渊源 人之所以为人 皆因为有情有义啊 社会的治理 如果完全抛开了 情义二治 变得薄情寡义 单求秩序 和物质文明的进步 又有何意义呢 情义是人类 追求秩序和物质文明 也就是进行 社会治理的 出发点和归宿 所以孔子认为啊 成天之道 以治人情 使人们为人处事啊 发乎于情 只乎于理 才是理智的精华 在春秋战国时代 正是由于孔孟荀 为代表的儒家 在全社会啊 几乎都对礼教 失去信心的时候 依然坚守 并且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使得理义明晰出来 伦理道德知识啊 体系化 理论化 使个人的教化成长 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之道 被贯通起来 让后世中国社会的治理 始终充满了人间温情 儒家在动荡的时代 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 顽强保存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和活种 然而毕竟法家在当时那个乱世中 占据了上风 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 那么儒家与法家 离与法 究竟谁对谁错 谁忧谁劣 两者之间 有没有融通的可能呢 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 秦国几代国君坚持变法制度 使秦国不断走向强盛 这引起了当时儒家大师 荀子的关注 当公元前263年前后 荀子来到秦国 看到法家治理取得的成功时 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同时他也看到了 法家存在的局限 并建议秦昭王 任用尊崇礼义的臣子 秦昭王对此是什么态度 荀子眼中法家的局限又是什么 中国海洋大学陈卓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礼法宴记》第十六集 龙礼重法 儒法之间 本来各执一端争论不休 但是到了战国末期 秦国法家改革的成功 引起了儒家大师荀子的关注 荀子摒弃门户之间 打破了如不入秦的偏见做法 亲自到秦国进行了考察 荀子入秦的时间 大约在公元前263年前后 这时的秦国已是秦昭王时代 从公元前356年 商鞅变法开始 到荀子入秦 秦国已经法家治理近百年 取得了巨大成功 荀子在秦国首先见到了宰相范居 范居问荀子 到秦国来有什么见闻 荀子回答说 秦国要塞险峻 地势便利 山林河谷都非常秀美 上天赐予的物产也十分丰富 这是秦国在地理上的优势 进入国境观察当地的风俗 百姓淳朴 音乐不留于淫秽 服饰也不轻跳艳丽 对于管理他们的官员 十分敬畏和顺服 就像上古时代的人民一样 走到大小城镇的衙门官府 官员们都很严肃的样子 无补千功节俭 敦厚谨慎 忠诚守信 而不粗书草率 就像上古时代的官吏一样 进入国都 观察秦国的士大夫 离开自己的家 就进入朝廷的衙门 走出朝廷的衙门 就回到自己的家门 没有自己的私事 明治通达 连结奉公 不结党淫私 就像上古时代的士大夫一样 观察秦国的朝廷 所有的事情都被处理完毕了 安闲得好像无所治理一样 这就是上古时代的朝廷啊 因此秦国世代以来 国家强盛 并非侥幸 而是治理的必然结果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 国家政治安闲而有志 简约而有周向 不凡乱而能有功绩 这是政治治理的最高境界 秦国已经很接近这个境界了 可见 秦子对秦国的法家治理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是同时呢 秦子也指出 秦国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 他说 大概是因为秦国 没有儒者的缘故吧 要知道啊 治道纯粹 就能亡于天下 治道脖子 就能称大诸侯 两者都没有啊 国家就会灭亡了 这恰恰是秦国所欠缺的东西 范居把荀子的这番话 报告给了秦昭王 秦昭王很快就召见了荀子 一见面 秦昭王就问荀子 儒者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呢 荀子回答说 儒者效法先王 遵从礼义 谨慎地遵守 臣子的本分 君王如果任用他们 他们在朝廷上 执掌事务 可以处置得当 君王如果不任用他们 他们就作为百姓 恭敬而顺从 即便穷困受动挨饿 也不会依靠歪门邪道 来取利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他们即便没有利锥之地 也能明白 维护国家设计的大义 他们通晓 让百姓安居乐业的道理 他们居高位时 具有足以成为王公的才能 居下位的时候 则是国家的栋梁 国君的重宝 荀子总结说 儒者的作用 是在朝廷之中 便美化朝政 在朝廷之外 则美化方俗 秦昭王 听了荀子的话 无法反驳 只能回答说好吧 但是秦昭王最终 也没有接受荀子的建议 可见荀子入庆考察 对秦国的法治之功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荀子同时也预感到 秦国的巩固 有序和强大 维持不了多久 因为随着秦国国土的扩张 在他统治范围内的情况 已经变得十分复杂 而法家脱离了 理议的价值之道 只根据具体情况来行使 就是所谓的以便行使 使法沦为了 纯粹的统治工具 法家一味地用利害 来诱导和约束人 最终会导致社会 被物欲所控制 人们见利妄议 而当人们对言行俊法 忍无可忍的时候 则会起来造反 所以荀子入庆 进一步看到了法的优势 也预见了 法家有致命的局限性 荀子提出了解决 秦国问题的办法 就是立术制 义术性 建议秦国不要再进一步 强化法度的工具性效应 而要选用端层性权的君子 实行礼仪 重视礼仪教化的作用 使人们在心中树立起 对礼仪 礼法的喜爱 遵从之情 从内心拥护礼法 愿意服从礼法制度 这样就可以真正保证 礼法的有效实行 社会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 荀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将 礼与法合并起来 提出礼法这一概念的人 荀子在孔孟儒学发展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将儒家之礼 与法家之法合二为一 提出崭新的礼法观念 但礼和法并不是简单的结合 而是礼意和法度的结合 二者相互补充 相互支撑 在此基础上 寻此构建出怎样 切实可行的礼法制度 对后世中国的治理 又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陈卓教授 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礼法宴记第十六集 龙礼重法 关于荀子的生平 历史记载不多 但他道过儒家 不屑进入 却是法家治理辉煌的秦国 三度担任以百家争民 著称的齐国 纪下学功的纪九 这个记载却十分明确 或许这样的经历 使得他比传统的儒家 视野更加开阔 一是从哲学深度上 拓展了对人性 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 荀子认识到人性有恶 因此而需要教化 也相信通过教化 可以化性其为 变成君子 荀子所揭示的 社会基本矛盾 是人多欲而物卦 就是人们欲望追求多 而物质供给少 二是以他的人性论 和对社会基本矛盾的 判断为基础 荀子创造性地 将儒家之理 与法家之法合二为一 提出了离法概念 畅想了人类走向群居合一的 理想与可能 中国历史的实践 自汉代以后直至清朝 正是选择了离法制度的统治 中华民族才得以相对长治久安 绵延发展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荀子为中国汉代以后 近两千年的制度建设 做出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贡献 针对人性之恶 荀子认为除了教化 还需要定分 荀子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 群而无分则争 争则争 争则穷义 人类需要群居才能生存 但要和谐群居 又要有所区分 因为人性有恶 所谓分就是每个个体 在群体中 要有明确的自身地位 和相应的权利 义务的定位 与区分 在分的基础上 再通过共同遵守的规则 来维系 形成群体内部 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来实现共同的生存和发展 这就是荀子提出的 群居合一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 荀子所说的理 已经非常明确 是指礼义 荀子所说的法 就是法家提倡的法度 实际上 离异与法度 对国家治理各有作用 离异作为超越性的价值理念 对国家有长久引力 使国家和谐稳定的作用 法度呢 作为工具性的手段 对国家有快速起效 使国家有序一致的作用 但是两者又各有局限 荀子清晰地认识到 礼义与法度啊 刚好可以互补 相互支撑 两者的配合 能使国家得到更好的智力 荀子啊 没有停留于理念 他对礼义与法度的结合方式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设计 他提出了国家治理中 礼义与法度结合的三个方式 第一 就是将礼义贯穿于法 荀子将礼义与法结合之后 再提的法 就成为王者之法 与法家之法已经不同 它根本的不同在于 由礼义贯彻其中 由礼义作为立法和司法的灵魂 荀子认为脱离礼义的法 是非礼之法 没有归宿 一味顺上下之意 只注重法律条文 不可以经国定分 只能短时间成就霸道 不可能保万事 只有将礼义融入 贯穿到法度之中 礼义才能落实 法度也才能处处体现 礼义的公平正义精神 法度才能具有 稳定永恒的价值 第二 是礼义与法度 当各有主要作用的范围和对象 荀子在《复国篇》中说 必将修礼以其朝 正法以其官 凭正以其明 然后节奏其余朝 百事其余观 众树其余下 如是则尽者敬倾 远方志愿 上下一心三军统立 民生足以报治之 威强足以垂斥之 意思是说 针对不同的社会对象 国家管理的侧重点和方式 不应该完全相同 在朝廷里面 应该注重礼义 使朝廷上下都尊治首领 通过提倡德必配位 位必称路 路必称用的原则 来提升斯大夫的 道德操守和人格品位 对官吏们则要证法则 使事物的处理 都能够遵循法度 有法必义 对庶民百姓 则是要政治平均 只有这样 朝廷上下 才能够同平共振 官吏才能够促势公道 百姓才能够团结一致 这样的国家 就能够强大无敌 第三是 隆礼义与政法则并行 虽然在王者之法的实施过程中 礼义与法度 各有主要的作用范围和对象 但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 对于斯大夫 应该以礼义来高要求 对于官吏和百姓 除了主要以法度来约束 也要对其进行礼义的教化 提升他们的人格修养 在荀子思想中 法度是国家的基础性设计 没有法度去统一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国家无法建立秩序 富强只能是一句空话 礼义教化作为王道政治的特征 是人们化性其伪的过程 它是实现从霸道到王道飞跃的关键 荀子就是这样进行了 礼法制度的理论设计 荀子反复说 从这句话的价值导向看 荀子仍然是坚守倾向于儒家的礼教传统 同时也不否定法家 众法能实现称霸天下的目标 但是他也预言了 单纯走法家道路的危险和必然结局 此后大秦帝国的历史命运 正印证了荀子的观点 而在荀子过世百年后 汉代既成秦职 又尊如数的选择 正从实践上 选择了荀子的理论构想 荀子的思想 大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那么遇知汉代 如何遵循了荀子的理论构想 选择实行了礼法制度 最终实现了国家相对长治久安 并为后世中国的政治模式 基本定型 请看下集 好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秦帝国仅仅持续15年就土崩瓦解 这引起了西汉王朝君臣的警醒和反思 汉武帝执政后 只如何理法并举 把战国末期 荀子提出的理法制度变为现实 奠定2000多年 理法中国基础治理模式的 双管齐下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